近日,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,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,经过70年的努力,中国已经建起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,而这其中少不了中国教育人的努力和创新,北京十一学校的老师们就是其中的代表。 十一学校创建于1952年,以国庆日命名,原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,1996年被批准为北京市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,2011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学校,学校取消固定班级,推行选课走班,有300多门课程和200多个社团供学生自助选择,一时引发了广泛关注。 而回忆起最初进行改革的过程,参与了改革的王春意老师说,多年固定班级的模式被打破,班主任的取消,对教师的挑战很大,学生家长也充满各种担心和焦虑,但选课走班只是一种形式,主要还要让学生发现自己。 每一个学生他的兴趣爱好啊,他的理想目标啊都是不一样的,那么我们如何要成就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,我们想只有提供不同的多样的丰富的课程,让学生通过课程的选择,那么更好的去找到自己,去成就自己,去发展自己。 推行选课走班后,11学校4000多名学生就有4000多张不同的课程表,学校取消了老师的办公室,设置了学科教室,按照学科特点布置教室,将老师的教学、办公和学生的答疑放置在一个空间,缩小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。 此外,学校还拆除了教室里的讲台和讲桌,提出这一倡议的严存林老师说,这其实是一种教学理念的变化。 实际上在当今社会,学生可以从各个途径获得很多很多,连老师都不知道知识,于是呢,这个讲台讲座就没有很大存在的必要了。 学生和老师在知识获取这一个方面,它是平等的,那么老师所扮演的角色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,他就不是一个知识传授者,而应该是个学习的具体指导者。 2016年,学校在选课总班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改革,从教转向学,老师不再是知识的二传手,而是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老师的引导相结合。 刚入职的时候呢,我更关心的是,我教的好不好,学生喜不喜欢我。 那现在呢,我更关心的是,学生的学习热情有没有被激发,学生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,我能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什么帮助。 学习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生一件自主管理,自主去落实的一件任务,而且也非常能够启发学生的自我系统。 过去呢,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考一个很好的分,因此呢,以灌树为主,而现在呢,是要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。 中国基础教育70年的发展史,也是新中国从落后走向振兴的真实写照。 新中国成立之初,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.6年,2018年,这一数字已提升至10.6年。 1949年至2018年,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元率从0.4%提高到81.7%, 小学进入学率从20%提高到99.95%,初中毛入学率从3.1%提高到100.9%,高中毛入学率从1.1%提高到88.8%, 而现在,不少奋斗在一线的教育人们也还在不懈努力和创新,除了让学生取得好成绩,更是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